《聯合報》報導 過去曾離猛暴性肝炎的陶晶瑩認為財多而敗 曾表示 死後只會留下部分遺產給兒女 不會多給 心中盤算數億身家只留給兒子女兒教育費 因為財多而敗 其他財產則捐出去 並會將一雙兒女托付給好友藍心妹照顧 三年前 42歲的陶晶瑩傳出因甘指數標高 無預警暫停所有主持工作 她主持的《大學生了梅》也緊急找代班主持 出道22年的陶晶瑩一向很少請假 但她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向《大學生了梅》請假 5級只錄了3級 引發外界揣測 該節目也緊急找來曲家瑞 陳婷妮等人擔任代班主持 陶晶瑩前往醫院抽血做檢查 雖然甘指數有降低 但醫生仍嘱咐她必須要多休息 於是 經濟公司放她一個月大假 包括兩個電視節目 廣播節目也全暫停 損失估計一個月約360萬元新台幣 陶晶瑩在演藝圈打拼多年 醫師主持天后 身家不輸給好友藍新妹 月前她錄姐妹淘心話時遇見幾個專業律師 想到該做生前規劃 私下諮詢律師怎麼處理 她說原來手續是要手寫好 醫師兩份 還有一些複雜的認證程序 沒子女的藍新妹曾說 如果有一天有意外 她的身家將裸捐 幫助各地小孩 陶子擁有一堆子女 其實也不會多留 陶子昨進大學生了梅化妝室裡說 自己也是白手起家 父母那代沒留什麼東西給她 她才懂得發奮圖強 力爭上游 我如果都給小孩 他們不會珍惜 對他們人生沒意義 兩個小孩的教育費該留多少 她說 得看未來他們去哪兒念 英國 美國都超貴 這錢他們放心 我會準備好 陶子說 年輕時常想過 如果自己比老公早走 老公再交女友 我做鬼也會回來找她 不放過她 但年紀漸長 我知道該互相體諒 我跟李李仁討論過這話題 我現在會希望她再找個伴 陪她過下半輩子 我會接受的 陶晶瑩賺錢能力比李李仁強 從兩人談戀愛大天開始 媒體就關注他們女強男弱的相處模式 陶晶瑩經常在訪問當中表示 對自己的婚姻很有信心 也很信賴丈夫 所以並沒有在婚前簽財產分開輸 我們從不會細談財產問題 但我們有默契 為家庭共同分擔付出 兩人結婚12年仍會牽手 吃飯時她的頭也會靠在老公的肩上 看在外人眼裡 彷彿熱戀情侶 默契十足 兩人的好友藍心妹曾在社交網開玩笑說 這對夫妻私下相處十分甜蜜 對彈吉他什麼的 讓朋友覺得好噁心 陶晶瑩一出道被定位為仇女 此前她與丈夫一同參加真人秀節目 露出素顏的她也震驚了網友一把 李李仁總不理外界對她妻子的嘲諷 大讚陶晶瑩 在我眼底最美 她在懷孕時期也是最美的女人 李李仁不但會說 還會做 當初陶晶瑩懷兒子李小龍時 曾發生兩次出血的危險情況 所幸最後平安生下兒子 因為懷孕實在太痛苦 陶子曾說李小龍是最後一胎 而愛妻的李李仁為了不讓陶子 再經歷生小孩的痛 她在太太生完兒子後進行結紮 心疼老公的陶子 當時還在手術室外哭了起來 李李仁對她的百般呵護 陶晶瑩感恩在心 不過 能夠將李李仁從浪子 改變成好丈夫 陶子也付出不少 陶子接受訪問時笑言 李李仁也覺得不可思議 她曾問我 你到底是給我下了什麼股 陶子在工作上是女強人 但進入家庭後會要求自己變得柔軟 她說 當你真的很愛她 崇拜她 就捨不得用惡毒的字眼咒罵她 那些武器全都收起來 我會抽空幫老公敷臉 塗乳液 用這些小情緒增進感情 陶晶瑩更說 曾和老公打羽毛球雙打 看到隔壁夫妻為了接球大吵 她和李李仁頗有默契對看一眼 說好絕對不能這樣 並將雙打的道理落實在生活中 誰有能力去處理 誰就去接 若對方沒接到 也絕不責怪 挑剔對方 而李李仁對陶子的要求只有一個 就是夫妻不能少了單獨相處的事件 她說 很多女性當了媽媽之後 就會忽略丈夫的感受 全身心為孩子付出 她提醒陶子不要這樣做 應該讓孩子獨立 兩夫妻還是要抽空過二人世界 在雙方的努力下 這對夫妻走過了14個年頭 看他們說的夫妻之道頗為有利 接下來的歲月應該也能恩愛如昔 陶晶瑩上節目宣傳新書 提及老公李李仁經淚如雨下 她紅著眼眶哽咽道出 她失去了青春和自由 陶子不捨地說 結婚這些年來 老公都把全副精力放在家庭上 其實推掉了很多戲約跟工作 無論是為了想陪孩子 還是為了完成對太太承諾 李李仁放下了夢想中更想要的生活 每次想到這一點 都讓她忍不住想哭 陶晶瑩除了心疼老公之外 也反省自己以前的確幼稚又愛吃醋 導致老公自動對其他女人敬而遠之 連女藝人跌倒 她都不會出手幫忙 後來陶晶瑩看到老公願意為她做到這一步 也暗自調食心態 現在她看到老公一絲不掛 演親熱戲 都已經沒有障礙 節目主持人于美仁還當場靠奧特給李李仁 問她愛妻出書的想法 結果她幽默表示 第一次看的時候會有想哭的感覺 為此自己多買了好多本 真的非常疼老婆 一人陶晶瑩與藍心妹兩人感情深厚 藍心妹不但成功幫她找到好老公李李仁 也是她的知心好友及孩子的乾媽 可說是陶子的貴人 陶子曾經因為工作量大 擔心累壞身體撐不下去 向藍心妹交代後事 請她幫忙撫養豆豆和小龍 藍心妹和陶晶瑩相識多年 私底下其實很少聊天 通常只有彼此出事了才會聯繫上 而提起藍心妹做過醉令陶晶瑩感動的事 當然就是替她找到人生中的另一半 那時藍心妹眼見身旁的李李仁和陶晶瑩剛好都被劈退 便決定幫他們前線 當時 一群朋友晚上約了喝酒聊天 藍心妹發覺兩人都已醉了 於是演了一齣戲 一手把陶晶瑩推進李李仁房間 一邊哭著說 你今天一定要睡她旁邊 嚇得陶晶瑩不敢不從 但李李仁早已倒在床上不省人事 她只好貼著牆躺到天亮 而且到現在還不敢置信 藍心妹連保險套都備好了 藍心妹想起這件事也忍不住笑出來 我真的很急 以為他們晚上11點酒醒之後就可以開始了 聊到彼此的男伴 藍心妹抱怨 以前陶晶瑩身邊的男生她都不滿意 陶晶瑩笑說 她介紹過木工給我 還強調 她沒有不良嗜好 只是有兩個孩子 讓她無言以對 講到意義氣 藍心妹不忘開玩笑 誰要是惹到陶子身邊的人 我一定找機會弄死她 雖然兩人都不會踢對方強出頭 但私底下的關心從不間斷 陶晶瑩也知道藍心妹常跟嫩男傳出緋文 特別幫忙介紹年紀小的運動選手 但都沒下文 藍心妹皺著眉頭說 游泳隊的上面好長 我不行 陶晶瑩馬上貼心地說 那她下次換泳褲 我幫你看看她下面長不長 藍心妹這才發現自己說錯話 連忙辯解是上身了 陶子擔心藍心妹愛喝酒會傷身 在節目上叮嚀她少喝一點 藍反而回她 你身體比我差 要擔心的是你自己吧 還爆料陶子曾向她交代後事 拖她撫養年幼兒女 陶子回憶起當年交代遺囑的狀況 眼眶泛淚 當時工作滿當 身體不堪負荷 曾爆發猛爆性肝炎 因擔心無法渡過難關 加上孩子還小需要照顧 才會請她幫忙 陶子搞笑地說 因為你是我朋友裡最有錢的 把小孩托付給你 可以享受到最好待遇 感性中不忘化解沉重氣氛